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什么呀 笑什么呀 金姬 不好意思 抱歉 我觉得宝宝真的很可爱 但是我觉得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呢 可以稍稍减点肥运动一下好不好 是的 可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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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到她的时候 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的狠狠地见 咽了一下口水 我感觉像红烧肉咽下去了 我也觉得金姬是在偷吃什么东西了 没有 没有 黄老师 真的没有 就是很可爱 有笑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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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这样说话的吗 就是很喜庆 很喜庆 对不起 对不起 很喜庆 加油 谢谢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 你就是天悦峰吗 是我 但我更喜欢你叫我 泡泡酱 听说你开了一个话剧社是吗 去你们那儿能红吗 你买一大灯我挂身上 也能红 能 能见识黄磊老师吗 跟我一句《非诚勿扰》啊 走后门让我当主角呗 我开的是儿童话剧社 你还考虑来吗 泡泡酱9岁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电视 那一瞬间 她就爱上了那个舞台 在心里偷偷埋下了一个演员梦 可惜她的身材 却不得不让她面对现实 于是她自学了播音主持 副作用就是有一点播音腔 给我来一份双色鱼头 酱胶金针菇 哎 等一等 再加二两米饭 如今泡泡酱是一名儿童话剧老师 也会接一些主食的活动 很多人对男幼教有偏见 但泡泡酱认为 男幼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角色 泡泡酱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更多的是扮演父亲和哥哥的角色 当孩子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永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泡泡酱 谢谢 你打小就喜欢爱上了表演这件事情是吧 是的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 与舞台失之交臂 你用刚才的播音腔跟着我说 点几个菜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好 姑娘给我来一份红烧肉 给我来一份红烧肉 再来一个红烧大肠 再来一个红烧大肠 泡酱豆水这么说话吗 今天晚上跟我回家 宝宝实际上呢 比较纯洁 这摸上去这手感 莫老师我弄回比较便宜 宝宝还真有点 有点像小女孩那样是吧 她跟我们家那个 带我们家小的那个阿姨长得很像 这个我报个料 要是我就不爱听了啊 没有 我报个料啊 就是在我妈怀我八个月的时候 去做检查 然后呢 还以为我是女孩呢 是吧 然后我一直到六岁之前呢 我还穿小花裙呢 到六岁之前 就是性别都不是特别明 没没没没 不不不 那个因为七岁要上小学嘛 所以说呢 那个我妈当时啊 这孩子可怎么办呢 娘娘的还穿个衣服 这怎么办 然后呢 就给我送到我姥姥那儿了 我姥姥是四处先生 就OK了 哦 你说的那个波音主持人 是自学的是吧 对 因为 你考过国际 普通话等级测试没有 一级一等 一级一等 对 那咱们俩是一个档次的 我也考了也是一级一等 你好 你好老师 缘分 缘分 我也是一级一等 我也是 我也是 你看我就是个路人甲 我跟他们都是一一差不多的 我估计蛋白 我想问问一级一等 下面还有吗 一级甲等 一级甲等 一级甲等呢 那就去CCTV混了 来 说说你们小时候的梦想 黄磊大小的时候 我想过当科学家 我们小时候都是 这是标准版 也不知道科学家是干嘛的 就把人家当科学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发现我同学都是科学家 对 宇航学 科学家解放军 解放军 我们那边就是这样 我想过当科学家 这是普及版的 但是也很妙的就是 我还想过当一个骑手 骑马 围棋的骑手 下棋的 我去骑马 我也很想着当导演 这个梦想还实现了 实现了 没想过当厨师吗 没有 11号 班嘉宾 你好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空姐 我相信有很多女孩子 都跟我有过同样的梦想 后来实现了吗 没有实现 因为我有两颗小虎牙 所以我面试的第一关 就被咔嚓了 空姐还不能虎牙 对啊 空姐第一关就是面试笑容 真不知道 你笑容一定要够甜美亲切才可以 金金你有小时候的梦想是跳舞吗 其实我的梦想 有像黄磊老师一样当演员的 但是我的年纪先完成了我妈妈的梦想 到后来我发现 可能我现在要完成的演员这个梦想 就大了一点点 那你妈妈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军人啊 哦 她已经完成了 她去了武警部队了 就已经回来了 这个孟瑶 我的梦想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想长大了以后 当一个白衣天使 当一个小护士 诶 你这体型 当适合当护士 对 然后因为我 当你体型当护士 那就 好吧 但是我这个梦想长这么大 没有实现 然后我就自己 收集了好多护士装 然后没事的时候 我自己在家穿那样 就是我后来去一个小诊所 去实习 然后我就给一个男人扎针 真的我没骗人啊 我真的去实习 然后给那个人扎骨 好 再下一条 双子座内心敏感 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 常常上一秒心花怒放 笑得像一个孩子 但下一秒 却突然伤心委屈 这一切我都明白 而且我会细心地发现 你的每一个小情绪 在你想疯的时候 陪你一起疯 想安静的时候 轻轻地用你入怀 无意间在节目中看到了你 灵动的大眼睛 帅气的短发 你的一领一笑 都是我心目中 理想你有的样子 就想找一个天平座 狮子座的男生 我知道你想要找的是 狮子座和天正座的大叔 但是我觉得星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都可以是 任何星座的性格 在我眼里 你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我愿意无条件地爱护你 我会为你做我们的东北菜 作为话剧同行 我也想一起带你去看看 我可爱的孩子们 一起见证他们的成长 也让他们来见证 我们即将经历的美好 张言坤 跟我走吧 有什么话赶紧当面说吧 是这样 在来之前呢 我也在考虑 因为我知道你想找的 就是狮子座的大叔 但是呢 我是处女座的男孩 但是呢 相同的行业 相同的爱好 我想我们会有更多 共同的话题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希望你能够 给我一个机会 哪怕做一个朋友也可以 在这里呢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而且我也带了一个 我的亲友团过来 但是呢 这个亲友团比较特殊 要通过一个短片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短片可以吗 把我的词都说了 来 我们来看个视频吧 我 我跟泡泡老师很早就认识 我们不想让我朋友 他特别照顾人 对女权特别好 泡泡老师挺温柔的 从来不发脾气 挺喜欢泡泡老师的 泡泡老师带我们敲敲苹果舞 姐姐你要不要 在我们一起玩呀 姐姐 泡老师喜欢你 姐姐 跟她走吧 姐姐跟她走吧 你别说这些孩子真的可爱 我昨天看了一下 我这些孩子都挺喜欢的 来 还有这个是什么 之前这些孩子都是我的学员 然后这个是我用了两个通宵 给他画的一个速写 我也很久没画了 因为说实话 我之前有看过咱们节目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男嘉宾 特别的优秀 所谓的高富帅呀 然后刚刚上台的两位 阳光的阳光 然后呢帅气的帅气 但是到我这里呢 我也知道 可能我没有这些嘉宾 形象这么好 但是平凡的我 我希望可以给你 不平凡的生活 来 你别的女生不考虑吧 考虑也没用 都灭灯了 我相信 来 来 回答吧 我来到《非诚勿扰》这个舞台 我想我会跟两种人走 第一种它真的是 符合我所有所有的条条框框 狮子座的大叔 天平座的 每天晚上和我一起 吃夜宵喝啤酒 很会保养 然后我看到他会有点害怕 又很想去接近他的这一种 就很符合我所有所有来到这儿 我想要找的那种 样子的男朋友 还有一种 这个人真的是 我特别喜欢 我有愿望和他在一起 我可以抛弃我所有的条条框框 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星座 不管他多大的年纪 那 我有愿望 我想在之后 就是和他在台下再去接触看看 但是我们是有相同的话题 相同的职业 我们的确可以做朋友 但是你不是很符合我 这两项所想要找的男朋友的类型 对不起 好 谢谢 孟老师 所以我能把我画的画送给他吗 那当然 当然 我就是在说 这些宝宝人挺好的 他觉得他自己也知道 这个事能成功的概率 估计连1%都不到 人家说了我要这样这样这样的 他说我是那样那样那样的 但是我还是要来 但是我们的节目也成员之美 人家有这个梦想 来 来一下呗 对吧 他要不说出来也难受 憋在心里面有这么个愿望 对不对 去吧 再见了 其实我本身虽然我是处女作 但是说实话 我不相信星座 因为我虽然是处女作 但是我有着狮子座的性格 也正是因为我有着狮子座的性格 所以我真的不相信 星座可以决定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人和人之间 真的是想法上的不同 可能是我还不是他要求的 完美的男生吧 刚才张彦坤说了一番话 我一直在琢磨 不是我矫情啊 他这话说挺好的 没毛病 但是我又在想 因为这话我以前听到过 好多什么胡云啊 当然他们也都说过 我一个月跟男朋友 就两个下午 就两个下午 不行 多了不可以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他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是女朋友 这个我们对外也承认 他一直坚持 坚持到最后他也改了 碰到喜欢的了 什么前面条件都没有了 他都都没有了 刚才你那个有点像 就是我要找这个这个这个条件 但你说 但是我要碰到的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吧 那些都可以不要了 这是我喜欢一个人的标准 就是 但是万一要是还有另外一种 我也喜欢的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设的那些标准 是既有以往的经验 对 他觉得这种成功率较高 有可能产生爱情的一些公式 但是如果说不符合 就是他最好是这标准的 对 但是我这我不是抬杠 你得琢磨一下这个事 打个比方有一个人来了 你说的那一套全部符合 真的是一点都不太差的 都符合了 但是对你吧 没什么感觉 你觉得还有兴趣 就上改的跟他吗 没兴趣 他这个修正一下就是 他要找一个真爱 就是前提 最好能是狮子座的大叔 就完美了 就这么说就完了 对吧 对 最好 这个座附加条件 其实刚才我说那么半天 不是想抬杠 就是想说 所有提出的要求 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那就是彼此喜欢心动 如果没有彼此喜欢这件事情 那一切条件都不存在 是 是的 好 是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